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最亲密的关系 可以说是夫妻之间的关系 夫妻之间我们很多时候看到两个人也许是一模一样 亲密的不得了 但是再亲密的夫妻之间 我们也可以看到两个人仍然有着各自的不同点 因此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个合一的概念 合一不是说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人走在一起 而是两个不一样的人走在一起 通过上帝最后能够变成一样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这是代表着我们的一种忍耐和一种接纳的思想 我们今天也一起来探讨这样的一个主题 愿上帝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罗马书十五章 一到十三节 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 不求自己的喜悦 我们个人勿要叫灵蛇喜悦 使他得益处 建立德行 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 如经上所记 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以心一口荣耀神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使荣耀归于神 我说基督是为神真理 做了受割礼人的执事 要证实所应许列祖的话 并叫外邦人因他的怜悯荣耀神 如经上所记 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赞你 歌颂你的名 又说你们外邦人 当与主的百姓一同欢乐 又说外邦啊 你们当赞美主 万民啊 你们都当颂赞他 又有以赛亚说 将来有耶稀的根 就是那兴起来 要治理外邦的 外邦人要仰望他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今天的经文是 罗马书十五章 一到十三节 我们首先来看第五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 叫你们彼此同心 效法基督耶稣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来看这里 保罗在劝诫罗马的教会 要让教会的信徒们 效法耶稣基督 并且是彼此同心 的效法耶稣基督 我们知道效法基督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表现 真正信仰的体现 基督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 基督所彰显出来的忍耐 所彰显出来的爱 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拥有的生命的特征 和这样的身份 若是一个基督徒没有基督耶稣的这些特征 那么他就算不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效法基督跟随耶稣 这是我们生命的特征 这是我们信仰所带出来的这样的体现 福音的传播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语言 而是需要王的生命 这种生命是像耶稣一样的生命 有这样的一个故事说 曾经有一位苏格兰的作家叫做乔治·麦克坦娜 他的有一部作品 他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面的 我们知道的非常出名的作家 就是C.S. Lewis C.S. Lewis是受这样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影响到的 他其中的一本小说叫做《男爵之歌》 主角是一名孤儿 虽然这位孤儿继承了男爵的未嫌 但是他之前却伸展于贫穷和逆境之中 这孩子因着生理上的缺陷 他不能够说话 但是他的生命所带有的温柔和和善的品格 他默默的四处行上 搬住在困难中的人 当他有一天迫使他离开这座城市的时候 去往这个高原地带去寻找安生之处的时候 他跟一些淳朴的村民们住下 那些接待他的人 如同接待自己的一份子一样 当时认作他母亲的有一位人叫做真心 有读圣经的习惯 后来也给他读圣经听 这位作家麦克塔纳这样写道 真心告诉他有关乎耶稣的事 直至他整个生命都充满着耶稣的工作 话语思想和生命 他几乎不期然的变为主耶稣生活的样式 这是这位作家所说的 到后来这个故事的进程是 这位男孩他最后成了男爵 他的物质生活也因此继承了爵位和遗产而变得丰富起来 但他仍然保持着一贯的谦卑 如镜子般的把主耶稣的生命特征反照出来 继续到处帮助有需要的人 他的生命就是主的反应 在苏格兰的原野上他成为了无声的但有力的见证 虽然这是一部小说 但他以这样的美丽和刺激的思想的文笔 去描述了这样具有耶稣的生命的这样的一位基督徒 又是每一个信徒们所应该拥有的特征 我们这些能说话的人 我们应当用我们的声音把主的恩典告诉别人 然后更有效的福音的传播的方式是来自于我们生命的特征 我们生命的影响力 这是效法耶稣跟随耶稣真正所带来的信仰的动力 因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愿意借着今天的经文再一次的能够来反思我们自己 也再一次的能够来确定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每天每天跟随耶稣 每天每天效法耶稣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成为主耶稣的官 成为主耶稣的言 去照亮这个世界 改变这个世界 这是我们信仰的真正的力量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经文 我们来看第七节 在这里圣经记载到 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 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 是荣耀归于神 好我们圣经读到这里 保罗在这里强调了接纳 当时的罗马教会当中 罗马教会当中存在着外邦人和犹太民族 这样的两个民族 这些人他们因为一些教义上的问题出现了分歧 以至于不能够彼此接纳 当然接纳不是要接纳与我们一样的人 而是接纳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因此保罗在这里劝诫犹太民族和外邦民族 要彼此接纳 做到教会的合一 夫妻当中 婚姻当中的夫妻关系 也不是两个一样的人走到一起 而是两个不一样的人走到一起的合一 我们旧徒在教会当中 也需要去接纳别人 去接纳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人 有的人也许思想不一样 他们所持守的背景不一样 他们所理解的基督教的一些教义不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够因为教义不一样 我们就去抵挡去阻碍这些人 我们也需要去敞开我们的胸怀去接纳 当然了接纳的对象的前提是 这些人不是异端 不是一些违背圣经真理的人 如果不是异端不是违背圣经真理的人 我们需要去按着圣经的教导 我们去努力的与他们去合一 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 有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叫做威特菲德 他像这个约翰威斯利一样 都是他有能力的布道家 他俩在早期的侍奉当中关系非常的密切 有过这样密切的交往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 威斯利选择了阿米恋的神学立场 而威特菲德却变成了加尔文的神学立场 从此他们不能再享受以往的密切的交往 当然了 在后来的威特菲德在美国的一次布道旅程当中去世了 在美国为他举行的一个追思会 仪式过后有人问威斯利 你是否渴望在天堂见到你的老朋友威特菲德 威斯利这样说 威特菲德是如此的接近于神的宝座 像我这样的人永远不能瞥见他 我们看到最后为威斯利说的这句话 带出了什么样的一种心态 这两位大师级别的人物 虽然个人都持守了不一样的教义立场 但是这些思想所带来的结果 并不是互相的抵挡 并不是互相的疏远 并不是将两人变成了不能够去谈话的仇人 相反我们看到 威斯利一直对他朋友的尊重 认可 以及其谦卑的品性 这才是大师 真正的大师 能够真正的去理解到背后教义的这些问题 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和自己不一样的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接纳和自己思想不一样的人 其实从某方面来说 是因为自己也许根本就没有透彻的去理解 自己所持守的立场 也没有去理解别人所持守的思想 只是跟风的一样 跟着别人 跟着别人一样的不接纳 但是圣经这里要告诉我们 要去接纳 要去合一 所以弟兄姊妹们 但愿耶稣基督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们 虽然我们的信仰的基本范围外 在我们信仰的基本范围外 我们会有一些思想的差异 会有一些教育上的差别 但却一定要与爱心和尊重彼此对待 以致能向这个不幸的时代 竭力的彰显出圣灵所赐何而为的心 我们需要敞开我们的胸怀 我们需要打开我们的眼界 我们需要去接纳那些 与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姊妹 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这是耶稣基督爱在这个世界上的彰显 因此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 在基督里面我们要竭力保守 圣灵所赐何而为的心 这个合一不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合一 是与那些自己不一样的人合一 愿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我们再一次的借着圣经 能够去知道主啊 你不停的劝诫我们 我们要彼此接纳 在罗马的教会当中存在着 外邦人和犹太民族 他们拥有着不一样的教义 但是主啊你仍然希望看到 他们的合一 正如今天的我们一样 主啊你也盼望着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 去接纳那些与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和姊妹 主啊求你能够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打开我们的眼睛 扩展我们的胸怀 去包容 去忍耐 去接纳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以上的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